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 中方领导人表示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 中非要携手推进现代化进程 当前 中非合作项目对当地现代化建设有何影响 中非合作如何赋能非洲现代化 9月6日 在第八届中非企业家大会进行间隙 非洲多国人士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 非洲工商会联盟秘书长阿拉伊兹介绍 他所在的国家埃及 目前在多个领域和中国合作进展迅速 卡麦隆·克里比港务局总经理 梅洛姆·帕特里斯·巴泰勒米表示 中非合作建成的克里比深水港 是卡麦隆的重要出口港 未来 非洲可以借鉴汲取哪些中国经验 非方人士纷纷表达自己的想法 自我自身的计划 是新技术的技术 用户 用户的电源 用户和高级质量的高-高-tech 市场 我认为它是很努力的 而是一件事從 Afrika和 Botswana都能夠學習從 Mali和China有一個合作的合作 從很久以前的合作 我們的目標是 Mali是在目標的目標 在製造的資料 成為製造的產品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利用 從中國和中國的公司 以為有效果後來這次的發展 从我的视频看起来,有很多技术技术技术 可以作出支援中国到其他人的其他人 我非常感激烈在我的留意 中文化中文化的技术技术 专业技术技术专业 所以这些技术会成为一种很大的支援 他们怎么做的 Renewable Energy, Novel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ICT, as well as Agriculture these are the key needs of Africa, as well as Human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for training the youth of Africa. African youth is benefiting also from the various initiatives of train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that's provided by China. So China's providing technology, Novel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helping in creating newer jobs for African youth and all this i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